今日,被狱青通过社交软件,宣布因父母骤然离世,将于19年结束巡演后退出演艺圈,消息一出举世哗然,周杰伦林俊杰纷纷表达不舍之情。 小哥出道45年,舞台上如假清剧,综艺上那真是不折不扣的巫妖王,形象反差巨大,几年前还成为了文明傻儿的宝藏男神,各种作为宝宝的我根本不懂黄段子满天飞,所以与时代联系紧密的费玉卿突然退圈,有种丧失快乐源泉的无错感。 其实费玉卿的宝藏属性,还是有一传因素的,费玉卿的哥哥姐姐都是娱乐圈知名的优秀艺人。 张飞在台湾综艺绝对的大哥大,哥俩一个综艺感,控场能力爆棚,一个在歌台发光发热,但要说这哥俩在娱乐圈的发达都要感谢,为他们付出许多心血的姐姐费真令,不了解的网友都好奇,张飞和费玉卿怎么能是兄弟呢? 其实费玉卿本名张燕婷,为啥娶了费玉卿这个一名?主要还是受到姐姐费真令的影响。 原来叫张燕虫的姐姐在出刀,后殷虫把挑中的女主,才改名为费真令,而右弟出刀后,也就跟着姐捶了。 别说费玉卿和亲哥哥话风不同,跟姐姐又完全不像。 出道最早的费真令凭借亮丽性感的外形,最初靠燕心形象走红,不仅推出五张专辑,而且在那个年代经常登上画棒,带遇人气如同如今的流量, 有着东方为那四美称的费真令在娱乐圈不说呼风唤语也可以说实力雄厚。 这样一,个美丽大方,火辣性感的美人,却是个十足的地控。 据说年轻时,在日本发展期间也曾坠入爱河,即将谈婚论嫁的费真令为了带着弟弟们入行, 毅然全然的放弃那段感情,回到台湾,为弟弟开路。 这就是张贝和费欲清,经常说的自己的前途,都是靠姐姐放弃婚姻幸福得来的。 姐姐的牺牲也没有白费,帮助弟弟入行不久,两个弟弟就迅速在娱乐圈发展起来。 工程深究的姐姐突然宣布退出娱乐圈,转战商场,这个斥诈娱乐圈的奇女子在从商的那几年没了信息。 然而传奇就是在人意想不到时做出意想不到的事。 从商没几年,费真令突然留学美国,专修佛法,九亿年季度出家,发号横竖,本以为梯度了,出家了应该彻底断绝成员往事,皈依佛门,日夜诸道清修。 然而,这么想就是too young too simple,了,皈依佛门的费真令不仅仅活跃在银亭上,而且越来越豪放,闲家沙不美。 高价请设计师设计,没事就带弟子去香港呀,名为朝圣,实际上就是出差,顺便去趟迪斯尼,平时KTV,吊虾,打高二夫等等,各种休闲娱乐,以应俱全。 自保客服上吃饭,收过一堆的金表,钻石,并表示又不是陪睡,吃个饭无所谓了。 不仅如此,亨树法师还在节目上大聊养性话题,美名其冤要打破清规戒律,重新建立起全新的清修模式。 这回终于知道,小哥的乌是从哪里继承发扬的了,虽说贝真令在出家后的行为,我们常人无法理解。 但从姐姐对弟弟的照顾来讲,贝真令真的倾尽全力。 当年台湾盛传费与清飞文,身为姐姐的贝真令第一时间板波,并动用人脉平息事件风波,可谓清醒绝不是陈世和佛缘能讲得断的。 这么有可的姐姐恐怕,不只是佛门的女史流浪,对贝真令如此投放作风。 你是怎么看的呢?赶紧留言吧。